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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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德 我们在从法剧经的故事集来学习佛法 学习修行 也就是来对着法剧经的故事集里面 谈到的佛陀当时的弟子们 有很多的不同的社会层次的人士 有的是富翁 有的是国王 有的是很低贱的奴隶 那也有不同的这些职业的人士 那他们的心性 遇到佛陀的教导 都能够领悟了佛法 有的也正果 那在佛法的修行 尤其在中国佛教 我们是以大乘佛教 也就是以大乘的菩萨的精神 尤其也有诸佛的国土 那诸佛的清净的世界 所以我们是非常的幸福 就有诸佛菩萨的这样的慈悲的精神来带领 那在法剧经里面所呈现的故事里面 都是针对我们每一个人 从我们的根本 有人性的缺点 然后听闻到佛法 能够去除我们的贪嗔痴烦恼 然后证到佛陀所证悟的 真实的安乐 真实的心的真实的状况 所以从法剧经的故事里面 我们一方面看到里面的人物的这种活泼泼的情景 那一方面又看到我们所有人性一样的贪嗔痴的问题 可是也看到从我们的人性的这些缺点 又也都能够证悟到佛法的真实性 那这个也就是佛法的平等性 所以在法剧经里面的故事 我们都觉得非常的亲切 所以今天我们继续在法剧经 我们使用的是南传的法剧经的故事 就是第四品 在法剧经总共有26品 每一品都有一个依照这一品里面的内容 就是有一个同等的性质的内容 那就以一个品名来把它总和起来 那第四品呢 它称作花品 因为在这一品里面 有几个法剧 那就是每一品 它就会引佛陀所开示的这个法语 就是一句一句的 那就称作法剧 那整部的法剧经呢 也就是把佛陀开示的法语 把它整理起来 然后配合有相关的佛弟子们的故事 所以称作法剧经 然后又有配合故事的故事集 那在第四品的花品 因为里面的辟语 由佛陀开示的法语 就是有用花朵这样来做辟语 所以就称作花品 那在第四品的花品的 第一个法语的开示 是提到 谁能如实之见六道轮回 谁能如实之见三十七道品 一如记忆精湛的花匠 精挑细选花朵一般 那这个是法剧第四十四句 因为从佛陀开示的这个法语 也有编号在法剧经里面 那这个是第四十四句 那又有从每一品每一品 这样子来整合起来 所以我们前面第一品有双品 然后有不放育品 第三品的新品 那到第四品的花品 那它是进入第四十四句的法语 那在这一品的这个第一个故事里面 它也有两个这个开示的法语 那第二个的法语呢 它是有类似 那也是谈到说 学地比丘 如实之见六道轮回和三十七道品 正如记忆精湛的花匠 精挑细选花朵一般 那这两个开示呢 都有提到说 怎么样能够如实 就是真实的看到我们这个世间的真相 那如果能够看到我们这个世间的真相 那就能够真实的去修行三十七道品 那辟育也就都是以一位记忆精湛的花匠 就是说它一个善于 这个就是它是在种花朵的 它栽培花朵的 那它是可以了解这些花它的特质的 那它可以精挑细选哪一种花朵 它的品质是最好的 所以用这样的一个辟育呢 就是在印度的这种古代啊 那就是对于花朵呢 他们是非常的就是重视的 所以女孩子都要就是要串这个花环啊 然后就是用这个花呢来供佛啊 那用这样子的花匠来辟育一个能够观察世间真相的 也就表示说我们有观察力 在世间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无常的世间啊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无实的去观察呢 这个也就是佛法所说的智慧啊 所以能够观察这样的真相的就是如实之见 因为我们主要的一个人啊 配备也就是我们的肉身跟我们的内心啊 那佛法把它称作呢 色心二法 色就是物质性的 那心也就是我们 内在的精神 我们用五蕴来说的话 也就是把色心两个字啊 又把它分为五项 那第一项都是色都是物质 那五蕴里面的后面四项 也就是受想行事 那这四个部分呢 也都是心啊 都是我们内心的作用 从我们最先有接触到外界的感受 然后到我们从我们的感受去分别认知 就有种种的这个分别意想 所以又想 然后又我们的这个意志力 就是要怎么样子去对应外界 所以这叫行 然后到是 就是我们的深层的认识作用 然后就是一个内部跟外部这样的互相的 这样的一个互动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常常呢 也就是会把我们的主观的这种意识 我们就会把它当做好像很固定的很实有的 所以佛法在谈的 这个如实之见 也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个能力啊 可以很客观的来观察 观察我们这个世身 观察我们的内心这些的运作 所以这个叫做如实 就是要按照我们真正的情况来看待 也就是说我当我看到外面一个境界 我心里起什么反应 那我可以客观的观察吗 很难啊 因为我们通常呢 我们的主观就是看到外面 因为我们就是很恶要的就分为说 我喜欢的 我不喜欢的 我喜爱的 厌恶的 那我们马上就会用这样的主观呢 去分别我们外面的境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如实之见的能力了 所以一个人的结构呢 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的肉身跟心嘛 那肉身的话也是各种的器官啊 然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它的外表 或者是我们听到的是它的声音 那我们鼻子可以闻到的这个味道 那主要是我们如果去除了这个主观的执着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是能够如实的来看 那这样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一个人的烦恼 也就好像打开了这个结一样 因为没有执着 没有一个主观的一个我在那里 执着 那有执着呢 我们就会有种种的这一些的挂虑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如实之见 这样的道理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反观我们的烦恼 如果这个烦恼 为什么会有烦恼 我们一定是有一个执着的对象 那我们把这个对象来分析 原来它也不过是 有一些的成分的组合啊 那这样子我们有什么好执着的呢 那我的心也不过是 在一个好像串联的很多的作用里面 一刹那的作用 那我们好像就执着在那个刹那的反应而已啊 那好像就把我们一个人呢 本来它是一种好像随时都在变动的随时在变动的这样的状态啊 它应该是很活泼的 可是我们就把它执着在一个点上面的时候 就把我们一个人啊 就用最普通的话就是好像把它卡死了 所以我们的烦恼啊 就把我们这样活泼泼的一个生命呢 就把他就把他好像盯的 把他盯死了 所以我们的烦恼也产生了 所以在佛陀的一句的这样的开示啊 其实如实知见 这个就是了不起的智慧了 我们可不可以如实 就是实实在在的 是要从我们所有能看所看 能听所听 我们去看它的本质是什么 那这个就是如实 所以知见也就是包括 我们能够用眼睛看的是见啊 我们用耳朵听的 然后用鼻子闻的 嘴巴长的 身体触觉感受的 我们都如实去呈现 那那个就是如实知见 那在这里特别谈到的六道轮回 它又是让我们看到说 其实我们在这个世间的 这一些的众生啊 那虽然我们比较难得看到的是天人啊 可是我们最多看到的就是人 还有呢畜生 那其他的六道里面还有阿修罗是跟天 相等有同样的这个福报的 可是呢他就是个性比较凶恶的 然后还有地狱恶鬼 那这两道我们比较没有说好像可以直接看到啦 除非我们比较有深入禅定啊 那有这种天眼通的啊 那他就可以看到恶鬼道啊 那畜生我们是最常看到的 所以我们在六道里面就是人道跟畜生道 可是这个地狱的众生啊 其实在佛法说起来呢 也就是受苦的众生啊 那我们人道里面也有很多受苦 就是我们自己的心的纠结啊 其实那个就像是在受苦的恶鬼 或者是这种地狱一样啊 那畜生也更加的痛苦啊 那从这样子的一个六道里面 我们从两道人跟畜生道 其实也有看到很多的这一些的 整个六道的一个呈现啊 他说啊天是比较快乐的 那地狱恶鬼是最痛苦的 那畜生呢也是常常呢 就是没有地方住 没有食物吃 那常常被驱赶啊 乃至呢 他们就是凶恶的互相残杀啦 那如果能够如实的之间六道轮回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这个道理就是佛法要我们去观察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看一个人的这种成分 那我们的心的结构 那其实呢 它是变化无常的 所以六道轮回 其实也就是在我们的人身上 然后畜生也是一样 天也是一样 地狱恶鬼也是一样 它其实就是在 在一种好像一种实际因缘里面 它如果造善 有善心行善行 它就轮回到天道 那如果它再失去一些这种善 那它就到了人 然后呢 再造恶多的 它又变成地狱恶鬼啊 然后 它就是凶恶的 还有畜生啊 那只是 我们只看到外表啊 我们不知道说 其实这些外表的呈现 都是我们内心的 那的一种 影射出来的 那所以 如果我们能够如实去知见 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会 就是多反省 多约束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心不管 不敢 随便起恶面 我们的行为啊 我们不敢随便去造恶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就 好像 有一个规矩在这里啊 所以 下面就讲说 我们 要能够如实知见 三十七道理 因为佛陀说法 也就是针对我们 为什么会有 这些 轮回的这样子的一个呈现呢 也就是 我们没办法如实知见啊 所以呢 我们看到喜欢的 我们会去争夺 那不喜欢的 我们好像要排除的时候 如果 再凶恶的 那可能会有残杀啦 毁坏啦 陷害啦 陷害啦 那这些种种的信念呢 它就是没有到 所以 用三十七道品呢 它实际上就是佛陀 有三十七样 让我们来 来约束我们的身心的方法 所以 第一个 也就是 四正念啊 要能够正念 有四个 要能够观察我们的身 身受心法 所以 这个是 我们的 这种 根本的修行 就是观察我们自己 从肉身到我们的感受 还有我们的心 还有我们的 起的这个念头的品质是什么 善的法还是恶的法 那 还有修四正琴 也就是 我们直接从我们的念头来观察说 我们的过去念 已经过了 那我们现在的念 马上就没有了 还有未来的念 还没有产生 那 我们起的念是善的呢 还是恶的呢 如果是善的 我们要 让它能够继续 乃至我们心 没有善念 也要激发它起善念 那如果我们的心 是恶的 我们要赶快把它阻止 那 如果我们好像有一种冲动 要起恶念 我们也要自止 所以 在佛法的这样的修行呢 它基本上是培养我们一个 非常敏锐的观察力 那这个里面要从善恶先分别 所以 有 是 正念 是正情 还有 是 如意足 也就是当我们的心啊 都能够善恶分明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慢慢的好像 我们想要学一个善法 我们马上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我们要能够修行 我们马上心就能够相应 所以 如意也就是 如我们的善意善念 然后 接着就有五根五立 也就是 我们对佛法 有信心 那我们能够精进 那我们能够保持正念 就是 能够 就是 随时 我们的心 就不会想通想西啊 念 所以说 信 敬念 然后定 再来会 也就是我们 能够保持心的安定啊 真正能够会的时候 就是如实观察一切诸法 所以 五根 五立 然后 再加上 七觉知 跟八正道 那这样子总共加起来就是 三十七道平 那这个就是我们 在以 学佛 怎么样能够观察自己的一个基础 那 从第 四十四句的法语 跟四十五句的法语 其实它是很相近的 只是在第四十四句的法语 特别又提到说 学弟的比丘 那 也就是说 他已经开始正道出博了 他已经看到说 哦 我们 一个人 他实际上没有一个 真实的我 我们所有的 这种 主见 其实 也不过是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里面 我们对外界的认识作用而已 那 这样的一个 主见的观察 我们也不能执着 只是说 我们平常 并不容易做到 所以 所以 在法句经里面 他就是非常的 非常的 非常的 存仆 就呈现说 我们 要行菩萨道 发菩提心 那我们自己本身 也要能够观察我们自己的能力 所以 用法句经的这样的一个 开示 就是让我们若实来观察自己 如实之见 那在 花瓶的 这个 两句的法语后面的故事呢 他第一个故事就讲的观身 也是观察我们的身体 所以他是以佛陀的一群比丘弟子 那他们本来跟着佛陀 就是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村落 然后他们就回到佛陀的这个经社 那一路上呢 这些弟子们 他们就好像经过了这样子的路程 他们就好像注意力都是在观察外面 所以回到了这个 这个 吉原经社 他就一直在讨论说 我们今天经过的地方 这个山是什么样的形式 然后这个地是平的 还是凹曲的 那是泥土地 还是沙地 那个土是红色的还是黑色的 那他们的整个注意力都放在外面 结果佛陀听到了以后 就告诉他们说 你们一路上这样子只观察 在外面 有没有观察我们自己的身心呢 所以当时这些弟子们 就非常的警觉的 原来我们不要看外面 而要看自己 所以佛陀说 那我们观察我们自己的身 慢慢地观察我们这个身的时候 我们就好像也了解的这个 这个法界 有天啊 有地啊 然后有这个六道啊 那这样子的结合呢 就佛法的这种深奥的内容 才会显现出来 所以这些弟子 他们赶快保持正念 观察这个身啊 结果就能够正到这个圣果 就从出国啊 恶果啊 也就是看到我们的身体的组织的 这样的客观性 所以我们从这个法语呢 就是能够学习说 我们要把对外界的这种注意力呢 我们要学习来反观我们自己的身心 好 我们来共同勉励啊 好 我们把我们学习的功德来做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稀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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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生命电视台 泛音妙语诗诗文 菩提花朵处处开 弘扬佛陀众善法 慈悲喜舍乐开怀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生命电视台是世界性的生命大道场 弘扬佛陀所有正法 放生护生吃书念佛送经持咒 帮助贫穷造佛像造佛塔 各种正法的国际世界大道场 所以希望你也来参与 也更期望你来护持 让这个国际世界大道场 能够弘扬佛陀正法 能够帮助更多的众生 更感恩各位不断的护持跟关系 阿弥陀佛 念定光如来 持灾除罪四十节 明镜月 释迦摩尼佛书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呈九千兆倍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举办梁皇宝产 孝卿报恩超度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 赞江法师 赞同法师共同主法 日期八月九日星期一 至八月十二日星期四 上午八点半开始 中峰三十系列超度法会 日期八月十三日星期五 上午八点半开始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 二十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敬请旅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防疫及生活物资共僧包 夏季农历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 为僧众节下安居致力修行之旗 也因应疫情升温 应尽量减少外出 以降低群聚感染风险 故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特别推出防疫及生活物资共僧包 提供偏远或于防疫期间 不便外出之声众 名声用品与食品 填写表单如下 联络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